备受关注的福建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追索案有了新的消息 12月4日下午,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洋村村民委员会 大田县吴山乡东浦村民委员会诉被告奥斯卡房奥沃雷姆设计及咨询私人有限公司 设计咨询奥斯卡房奥沃雷姆私人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判令被告奥斯卡房奥沃雷姆在判决生效之日期30日内 向原告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洋村村民委员会东浦村民委员会访黄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 你这一天我们等了好几年了 那至于通过这个司法诉讼这个祈祷来居所 洛森布札张公祖师这也是我们无奈之急 其实我们跟奥斯卡都是张公祖师的有言人们 我们真实共互的洛森布札张公祖师是上千年了 奥斯卡至少他也保护保存保管了我们这个张公祖师二十几年了 那我们这个张公祖师没有受到过多的破坏 这在一天程度上我们对他还是很感激的 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奥斯卡先生能把我们这个张公祖师归还给我们 归还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完全可以成为好朋友好兄弟甚至是亲戚 他可以成为我们村民嘛我们完全可以互相作动 我们可以一起来保护我们这个张公祖师 据悉该案于2015年12月11日正式立案 并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程序成功向荷兰的被告方送达了印素材料 三名中院省理认为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 在其荡森地长期保存地是重要的信物 承载着当地众多信众的精神寄托 该佛像也只有回归其荡森地和长期保存地 才能真正具有融入众多信众日常生活的生命力 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作为集体所有的传世文物 与法而言 杨村村和东浦村村民对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的集体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张公祖师 熟名张七三 法号普照 北宋年间元季后被诉称金生佛像 共奉在大田县吴山乡、杨村村和东浦村共同拥有的普照堂内 因其真身四肢和身手俱全 因而被称为张公六泉祖师 三名中院判决书表示 作为祖师信仰的信物 于情而言 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应当返还给信仲村民 作为人类遗孩的文化财产 于理而言 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应当回归其原始文化氛围和故土环境 在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被偷盗 未经中国政府许可非法出口到国外后 杨村村委会和东浦村委会有权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跨境追索 要求非法占有人放房流失的珍贵文物 据此 三名中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做出上述判决 那这次法院判我们胜诉了 我们也希望这个荷兰长家能够尊重我们的中国的法律 也尊重我们中国的信仰 把这个佛像挥环给我们成员 挥环给我们福建大台 让我们了解了这番信念 我们也希望奥斯卡能够考虑一下我们的情感和诉求 让我们张公祖师早日回国 早日回到我们杨村普教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